Hello 大家好 我是紫色水莉子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是一场路人局 然后比赛都看最近也是特技赛比赛大家都看的差不多了 所以说也是给大家来几场路人局 因为我们平时打的比赛基本还是以路人局多的 然后没有多少人上来就是打职业的 所以说我们来看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是SCCC军体权牛逼的中单 然后打的一场路人局 他使用英雄是最近一个上场率不是特别高的英雄 痛苦女王 这英雄相信是一个刀刀周人气非常高的英雄 这英雄在本版本中不算是很强势的英雄 需要优点缺点都非常非常明显 优点就是这英雄爆发力极高 比较灵活收割能力非常强 但是缺点就是对于装备的输出 就是很难备化装备 后期能力也一般 而且缺乏扑使能力 就是典型的属于那种很容易打出优势 但很难决定胜局的 所以说这英雄最近很多人问 说李自我女王经常前期超神 但是后期被翻盘 到底是不是我的问题 其实我跟你说 有一定版本原因 女王在这个版本中 确实是不够强力的英雄 非常吃节奏 女王赢的局都是从都顺到位 一路超神 节奏不能老断 让我们来看这个新牛上 使用女王 又上了女王这边被耗很多血 加一击blink 女王作为 就是ICC作为这个 女王最好的使用者之一 她原来在牛逼外的时候 就用这个女王当时 以一击之力打败了 当时大魔王战队 秘密 让我们来看一下 对活女 是一个很劣势的对线 不但要打 打活女这个对线 讲道理确实比较难打 这边先送一个罐子 哎呦 但是罐子被活女 一个地给打断了 信使还死了 哎呀 女王崩的一塌糊涂 也送不来补给了 哎呀 再过来一下 一个地吃前火 哎呦 女王被打的不要不要的 先逼过来直接喝拳吧 把挂架扔到地上 细节还不错 但是前期击死了 罐子贴上去 然后鲜火吃了 很崩 总体来说 局面是一个非常难打 有个好多人说 李子 哎这风行烦死了 好多人说 李子 这个局 女王到底应该怎么打 我们不想老看 优势度那种 有酱油宝物解肥 想看一些中路的细节兑现 然后这样比赛 给大家带来 上一张比赛中 想做的一场 登地 大家可能觉得 打的不是特别好 李子也有这种感觉 但是为什么 最后还是放了 因为老司机 最近的表现 确实是一般 打路人很难挑出 特别开锐的 没什么大失误的一场比赛 好不容易挑了一场 这边风行过来 女王B过来 给一个毒标 刚好打两级 追着 哎 火猫毒球 感觉能A死 一下A死 一血 哎呦 这个一血太宝贵了 火猫这波游走 太关键 要不是这波游走 女王基本是属于 在一个雪崩的局面 幸好土猫 土猫的这波游走 非常非常关键 直接帮助女王 打开了局面 然后 起码女王 等级上来了 虽然补刀方面 还是被 火女压了很多 火女打女王 女王确实不好打 这个是肯定的 滚一下 这边给一个毒标 但是一个T 接着A 再A 这边 女王 布林克 火女吃前火 但是最终 女王还是成功 击杀掉了 火女 然后这边 回家 可以把罐子拿上 也没什么 血量跟蓝量了 火猫土猫 也能单吃一波经验 非常非常舒服 回家可以补 双挂件 一般这种球 女王 SCC 女王 说实话 一般都是走 纷争比较多 现在这版本 纷争性价比挺高的 一般现在 女王就是 纷争 林肯 然后 补一个 紫苑 吸瓦 然后到后面 出血挤的一个套路 现在基本都这么打 如果你感觉对面输出 就是控制实在够多 也可以布林肯 直接BKB 就是分成加BKB 也是有的 两关键增加自己 前级现实能力 女王 加点方面 肯定是 一到两级地 然后主F 负B 就主三 负二 这一个加点 因为三技能 是她的主力爆发技能 她加了两级的毒 想跟火女 消耗一下 两个大罐子 火女这边 对点能力 火女对拼能力 完全不输女王 这边两个挂点 扔到地上 直接磕瓶子 捡起来 火女血量 并不是很健康 然后出完出装 和加点 再来说说女王天赋 女王天赋 这边 一层 加射点力量 和25点攻击力 女王自身 作为一个非常脆皮的英雄来说 这边想躲一下 琳娜T没躲掉 女王接着拼 因为琳娜 实际上没太多补给装 B走 再贴一罐子 火女刚好没有补给装了 这帮女王打得非常非常凶 用两个大罐子 耗掉了 女所有的补给 这边第一层 没有任何疑问 一般都是 加10点力量居多 加25点攻击力的 几乎没有 我没见过 然后第二层 90点几年分 如果你前期 不是很顺的情况下 推荐你点这个 但是一般情况下 女王不顺的局 很难赢 所以说常规情况 我们考虑常规情况 除非那种特别不顺崩盘的局面 然后一般这个都是减12%的 我却减少 然后第三层 300点生命值 要远胜于100点攻击距离 除非你打一个 纯物里有女王 但我跟着感觉 哪怕是纯物里有女王 也不用这100点攻击点距离 女王还是自身生存 比较重的问题 输出还是不在话下的 最后一层 暗影突袭 也就是独标 很多人觉得突袭 就像闪烁 其实不是 他的闪烁名字 没有那么牛逼 就叫闪烁 这边屠夫也在 哎呦 这里不太好杀 撤一波 他就叫闪烁 闪烁 然后三技能 要痛舞尖叫 四技能 叫超声冲击波 一般就叫大波 波大有弊 还会叫 好吧 这妈有点脏了 所以说离子考虑一下 到底说不说完这句话 妈相信很多玩刀的玩家都知道 活女无脑消耗 真的是猛 活女现在这版本 对线 没有什么特别怕的英雄 猛成一匹马 主要女王这版本 为什么不受欢迎 他这种爆发法师 前期靠爆发 这种英雄前期 肯定还是当法师打的 后期虽然有 找物理的资本 但是这版本 主要是 尼魂之类出现 让女王这种英雄很尴尬 收割不到人 而女王自身没控制 三个输入技能 加一个 加一个blink 然后就属于典型那种 没有什么控制 这边杀活女 必到 给技能 一个F 再A活女 躲一个T 走位非常不错 再一下直接把活女A死 有 SZ走位不错 这是在欧服打的一张比赛 欧服天梯分 一般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就跟苏敏尔那时候 说的一句话 美服天梯分高的 不一定很厉害 但是欧服都真的很厉害 因为什么 欧服现在 水平都已经是非常高了 不输于国服 我觉得欧服的高端局 甚至比国服还要牛逼 因为他们是一个大洲 中国就是一个国家 哪怕中国刀子再强 也很难跟一个大洲 来相抗衡 最近大家广泛探导 就是欧姬 欧姬 五届特领赛 拿了四届 让人惊为天人 感觉吊炸天 确实很厉害 感觉这个特领赛 加成有buff 对欧姬在这个比赛中 有加成buff 我一度以为 OG很难赢秘秘密 但是就赢VP 可以看出VP的 跟人能力是要强于OG的 只能说VP打的实在太糙 太粗 粗糙 打的蛮略显 智商不够 连续被翻盘 让我觉得 哎呦 这有鬼出哪点没看出来 没看懂 这包F过来 给大波 哎 但是被封印定了 哎呦 这一下虽然A死活女 但自己在这里也比较危险 磕一口瓶子 吃树 再来一口 一个穿 再来一口 点一下没死 马上就bling CD 往外头避 但是有兵线 预计非常不好 刚好让封印看见 这包封印一剑 要小银封印一剑 屠夫躲高 卧槽 这个 有点牛掰 还能再bling一下 bling又好了 bling 虽然被野怪拍死 但是还是不亏的 赚了 没送人头 这边TP在打 但是我感觉刚被兽 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这VV反杀 有鬼躲高 你看这包高分局的玩家玩都不错 SCC自身分比较高 所以排掉的 呃 队员 队友 无论队友还是对手都不错 Lina这边有大招吗 直接追人 有鬼应该是要死掉 这边军队军下路来帮一波 带带节奏 有鬼还是躺了 VP打得太粗糙了 我受得了他 几波打得真是不合理 他团战上高地 直接靠 直接靠大招上的 没见过 就是直接靠拍熊 开BKB上一踩的 没见过 那么这样做先手的 简直输得毫无道理 VP这支队伍 跟能力还是很强的 但是打的确实太糙 毛子 打游戏智商不够 我一直觉得 他们这一届 好了很多 打一进的两场比赛 非常有执行力 就决赛 又能把和福特加 喝多了 打得太猛了 真的是太粗了 优势无限大 总OG这支队伍 就像欧美那种传统强队 像一阶 OG都是这个风格 防守反击 我们先刷一会儿 然后手高队能力 比较强 然后可以反击 就是属于那种 打的比较细致 团队执行力比较好 OG这种队伍 现在碰上VP之后 一莽居多的 真的是 好打 OG翻盘 都是从手高队开始 主要VP那个手高队能力 你妈太你妈 推药体能力太捉急了 真是HGT是上号 他当年打WINCE 领先一万 领先下快两万经济 就猴子直接跳手 就开大 就开始干团 你是什么双大根 剧毒 剧毒跟 剧毒跟影魔 你就摸摸塔 不好吗 他落后一万五经济 快两万经济 打了个一换六 这根本看不懂 太猛了 打的简直一点智商都没有 用清迹解说 黄旭东经典名言 妈这个路口你要冲 你是智障吗 但是智障确实这话说 太难听了 就是想说 说实话就打推蟒 蟒夫 没智商 女王一个大波推过来 你看这波就是 显示出女王智慧 这波绝对是 显示出女王智慧 频道有鬼 但是这边 还有一个F 能杀吗 减速土猫 毒球挂一下 踢一脚 那这有可能能杀 一个F过来 被图王一脚直接踢死 这就显示出女王的一个玩法 女王现在远处把大波扔了 女王这种英雄团战中 千万不要轻易提脸 这个大家一定要切记 你轻易提脸 如果对边人手技能都在 情况下 时间都瞄了你的 Izz这波女王打就很睿智 我先推一个大波看情况 然后胡黑血 然后SK这边黑血要自救 放完技能了 然后再B上去 直接用F收割 打团的时候 除非你有BKB 可以直接不令个起脸 一般情况下都是游走 于战场侧面会比较赚 这边刚没说 但是想刺一下 还是没杀掉 比较可惜 刚没说也是跟TP 开吻了玩笑 女王选择TP一秒 可以杀 土猫可以滚了 滚 滚到 但是这边人非常多 还想杀SK 但是人很多 萨尔直接给大 SK应该是个死人 这边在打风行 但是风行开封不跑 直接打红女 反正给大 哎呦 幸好有魔暴 没魔暴还是死 哎呦 风行一剑还是穿死了 刚才说有魔暴 能逃出生天的 就直接让穿死了 好伤 有点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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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王也是走两关键 走分针 然后很正常的一个套路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 花哨的东西 都是 很常规 女王接着发育 然后先把自己纷争打出来 一波开悟 女王这种英雄就是 尽量不要死 前期死一次很断节奏 女王跟谁一换一 都是亏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手 这英雄就是打一个装备压制 然后慢慢成型 只有这样打才会 才是最合理的打法 这边有人TB 两本T 准备守了一个塔 萨尔先TB给大 但是这个大效果 直接是一个空的 这边女王现在这里把SK搞掉 A死 直接 不着急 活女的机会放完了 但是女王不太敢上了 后续没有什么打头了 对方还三个人 女王把冰鞋带过来 还是守住这塔 SK换了个萨尔 不亏的 本来这期说是给大家做Middle 1的 但是Middle 1那场视频 李子看了一下 稍微有点碾压 推荐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 李子就否掉这个意见 哎 这感觉女王要绝了 Bling走 哇 土毛里要踢很关键 踢了三个人 要不女王 大波一下 哇 极限距离推两个 漂亮 这个大波推的漂亮 给个毒标 但是土毛脚踢 这样你在土毛玩的感觉挺亮眼的 先撤一波 杀不掉了 有分针 B过去 分针 先给个分针 加F 给一标 但是还 哎呦 标没扎上 刚才扎一标 感觉有希望能杀的 就女王这波 也没有战斗力了 他还有一个F的蓝 有一个BF的蓝 他感觉不太想走 但是这波得撤了 讲道理 打不过了 女王直接TP 先把自己血量补上来 女王不能做太冒险的事情 这英雄节奏要从头到尾的 赢的女王都是一路超神的 所以说这英雄 危险事情尽量不干 别太冒险 崩一波就很难受 这英雄打的就是一个装备 跟装备跟精力的碾压 自从现在25级 刃甲女王不存在了 我极度不推荐大家 走那种点睛 为了高等级的女王 就是因为玲珑心 现在刃甲的吸 过去70%反数吸血 然后刃甲也算 然后直接开刃甲 让人打不死你 现在不行了 这样已经不如过去屌了 削弱了 开始拿中楼外塔 然后下一大件做林肯 因为对面的装备 对面控制 屠夫一个咬 封形一个定 是两个最怕的控制 然后女王只要这两个控制不在 他都可以用林肯抵倒 所以说他选择先做 先做一个林肯 不错 哎猫子找到人了 加速服杀莉娜 这边狗土猫 土猫直接死掉 但是莉娜在这里 应该也比较难跑 直接被萨尔套死 看怎么办 女王这边可以继续追 不令个过来 碰到屠夫 走一帮有加速服 像他这种逼阴影 其实是因为他有加速服 一般没加速服 是绝对不推荐大家逼阴影的 很危险的 这边杀死毒夫 打TP也直接被猴死 封形在这里 应该也比较难跑 女王还能有收割机会 扎个毒标没扎到 一个绑 双绑 哎一个F 还是搞定了 这边S可以过来 一波跳大 但是刚没说 把屁股转过来 应该不会死 土猫要贴 直接一个F被 女王双杀 哎呦 这一波 艳芳血亏 好亏 这波亏到老大家去了 女王那波打伤害爆炸 打3300点伤害 一波二换五 然后经济领先了很多 女王接着发育 上 Middle 1那期视频有点减压 所以说 丽子也是打车 妈妈给大家放一些好的 到时候找到会都给大家做 然后底下是 丽子与零食物 丽子车也在看我们 也欢迎大家都来看看 最近也有很多新鲜好吃 零食上架 还有V第二 最近新进了新到了一批钱包 主要是给妈妈进的 一些女生的钱包 以及大包 手包 为了让妈妈更好的过节 母亲节快到了 在这里祝天下 所有母亲节 就是祝所有的妈妈 开心快乐 V第二地址可以加 丽子微信 可以告诉 可以告诉 发给你 11-2 女王这套比赛还是比较肥的 看他下一代要 会选择做什么东西 呃 灵感出完以后 可以感觉可以选择 感觉可以选择一发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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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到嘴边说不出来了 选择一发子愿 感觉子愿可以提升物理 报就是女王一点物理能力 而且可以沉没到对方的英雄 还是性价比蛮高的 女王低层天赋 如离子所料 点的加 10点力量 杀丽娜 这里丽娜能不能死 丽娜还是杀料 但是 这边搞事情了 对外支援也到了 必须猪一马当先 把TP传回去 这波应该是前面帮 能轻松打一个 所以女王不去了 那天看一个新比赛 觉得那个珍珠妹 珍珠妹第一届比赛中 然后 他每宣传 我觉得做的真的挺良心的 真的 真的屌 他那个 真的屌 然后他第一个短片是一个忍者神规 然后他每做一个短片就会公布一个树药战队 他做了一个忍者神规 然后最后分裂成四只小米波 然后就想到大跌 那泰尔的米波还是比较招牌的 然后OG也是首先被邀请 然后他第二期的视频看了一下 做的是一个牛头跳大三连的 我个人感觉这个应该会是一个一技的 因为TI5那个宇宙哥那个牛头跳大三连 寂静思作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一技的 所以说真宗杯我觉得有很有可能将来替代上海办冬季赛 感觉吊炸天 游鬼开大 直接不link 起脸 这边再杀一波 被游鬼直接杀掉 收割 女王游有奥数 所以说用篮也不是非常心疼 直接甩 所以说当年完美真的是错误 一个好机会 现在一个招牌性赛事有多赚钱 李子虽然不是业内人士 但想弄弄想到 你要拿到一个赛事成卖权 像ESR1啊 这种现在还有什么 像马尼拉自从办了一次成功特级赛以后 各种赛事都在马尼拉办 对于这个城市形象提升是很大的 真的是这样 所以说当年上海略显没眼光 有点可惜 就都让威慑取消了东京赛 希望今年中国 中国的那个DAC能给老外以良好心 能给威慑爸爸良好形象 就是能树立重塑 重塑对中国办比赛成办的信心 然后早日把上海特级赛的权利回关 归还给中国 其实讲道理威慑并不愿意放弃 放弃这个中国这块市场 这波还是 这应该是 TP配合沙皇摇打 这个没办法 视野不算没办 这波SCC倒也没有什么大毛病 没办法这种的 TP经济非常非常费 一万一的纪念 直接开始带领队友不失败打 TP这运用下打能力非常非常夸张 反正那谁死了 所以并不是特别虚 一双芒 TP在这里先撤一波 分身解一下 但是换血换出来了 我的哥 完了 优伟也感觉是要死 直接被A死 哎 这波不好打 不过钢铭兽还挺肉的 哎 这里钢铭兽真的肉啊 一把能源扛在最前面 被插起来 但是一咬T 屠夫勾过来 钢铭兽这血量 还很健康 再一个C 接着打 一个绑 绑到了 风行这个绑 绑得相当不错 直接秒了钢铭兽 插起来秒了 但女王这波收割还行 两个两个 但是TP如果再能杀了三个 就非常非常赚了 递过来 一个F3个 转翻天 给力 幸亏是SCC 最后这波赶来收割了 杀掉对面三个人 打成一波三关三 要不这波天元汪是雪崩的 记得这种情况下 天元汪也亏了很多 毕竟天元汪这边比艳芳要肥 女王下单叫准备补子愿 这也是很正常的套路 然后补出子愿以后 可以直接出血脊 也可以选择 冰甲之类的东西 因为对面有TP 输入也是挺高的 可以选择冰甲 分针有个好处 就是分针配合 F痛苦尖尿 可以直接清掉远程兵 清兵效率增快 而且加的属赢 对于女王来说 其实性价比还挺高的 主要加的都是 你看 六点生命恢复速力 对于女王来说 一个续航 六点护甲 也让女王肉一点 六点力量也是 然后再加六点攻击力 以及12点治理 还加十八点攻击力 对于女王 对于女王来说 性价比其实挺高的 刚没兽一码当先 其实感觉这版本 刚没兽真的还可以 除了没控制 这版本是刚刚没兽 还真的还行 我感觉菲斯雷斯用了两场比赛中 表现都不错 而且刚没兽最大好处是什么 这个英雄打路人里 大家执行力没那么强 你要打路人里 控制配大引刀 直接秒刚没兽 大比赛里面 但是打路人相对来说 你没那么强执行力 刚没兽这个后背 能发挥出很大的作用 我觉得效果挺好的 感觉最近的胜率也还可以 反正栗子王的几把 基本都赢了 很傻这一兄 出装也别出什么物理DBS 你就老老实实做大勋章 然后做完大勋章 然后直接补莲花 那种 看他这个跟菲斯想的差不多 大勋章挑战加莲花 就这种 然后到后面补一个什么 强袭要吸马之类的肉装 够肉也足够恶心 非常好用 谁用谁知道 能为团队吸收很多伤害 当然比赛中确实没有路人里那么好运 因为比赛中大引刀 别说你高梅兽了 连亚伯顿中有大的大引刀配沉默 也给玩的泥冷一冷 比赛主要执行力强 跟路人远非路人能比较 所以说李子平时 处理一些精彩的国际大赛 我个高梅兽好肉 这都没死 可我猫猫猫猫没死 哎哟天呗 感觉这波可以撤出追击啊 燕芳雪崩啊 这边分招土猫踢两个 一个大波直接两个全死 哎哟 这高梅兽还没死 软秀飞 杀光感觉也得躺 杀光差也有尾 但是自己在这里被女王一下 A死了三杀 杀光没手凶相啊 我们大部分人 尽打的都不是职业比赛 还是以路人为主 所以说李子爱做路人的原因 就是路人生态会比较好 就是更加贴合你的 实际的游戏过程 因为大部分人打刀的 其实说实话还是为了娱乐 并不是为了打职业 因为天拿在当地上 他们打开了 有没有提醒 什么 就是 你 我 但是 我 我 第一 我 就是 你 我 era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直接女王准备先刷一个紫园到手再说 比赛进到25分钟女王拿了18个头 真人头收割机啊 痛苦女王 但女王的英雄最大的问题还是 拿了很多资源拿了很多人头就开吹不起来 这边秒琳娜 直接一套F加速度换一波鞋 但琳娜感觉TV这波换鞋 直接A死 这边女王有加速服 还要找一波TP 不太好找 TP应该是走了 这波没大应该逼过来 啊 这要杀TP 没加速了 这不死了 哎 这太他妈跳了 SAT这波死的有点没必要 这波死的好伤 优狗也会要了 优狗也挺肥的 所以说现在局势 天文方骑车还蛮好的 领先挺多的 领先了快一万关键 那天看了一下VG高的比赛 觉得就是VG高就写那个赛前圣灵离子也在自己VG公众号里面推了 我就觉得 哎 还是希望那句还是老一句话 希望观众还是对于职业战队多一些知识和理解吧 这边高梅兽非常娃娃肉 顶在最前面 优狗也开大 感觉这波天文方貌似不是特别好打 少人 TP输出 分身 直接开撸 高费兽 先撸土猫 一把土猫撸死 一波插 土猫躺 优狗一波双杀 但是TP好像也还不错 TPA死好几个 这边就剩女王自己了 我感觉这波 女王准备来去收割一波 跳给分钟给大 其实有希望能杀的 哎 没给上分钟 哎呦 给上分钟 封印直接被秒的 这赶紧逼走 哎呦 这一波 这波SAT自己有失误 分钟过去 分钟过去 是直接可以把封印秒掉的 自然也没用 这波有点慌 女王 女王那波操作有点小问题 下单要打算做西瓦 因为他感觉自己被TP点了点头 对面主要主力输入还是在于TP 经济都在TP身上 TP经济一直悬赏第一 你看这种 其实你要换一个蓝猫啊 或者换个什么 卡尔啊 这种二十杀四死 一般都已经是完美开始全场了 但女王这种英雄 就显得打的有来有回 就女王这英雄 此生缺点蛮大的 不能把 就是可以几张天花 但雪中送炭真的难 尤其一些高端入人局 甚至比赛中 很少看靠女王打过来去 这边看到了活女好像是 哎真找到了 萨尔第一家 哎哟 活女这都没跑了 好气 人头收割机 痛哭女王 还是那句话 井上天花翼 雪中送炭蓝蓝 这边准备打肉山盾 活女死了 哎 但是好像有人被勾了 这边不能接着打盾了 勇鬼开大 但这波顶了全水 给分招一个大波 卧槽 这个大波完美 推了四个人 但是女王这波有点 有点难 先占逼一波 再给封营 再给TP子院 秒TP 直接过来 一个F直接干掉 我这顶了全水 这波打赢了 一波 二 一波三万四 非常非常关键 可以直接打肉 直接打肉 直接打肉 我感觉 抓虎女有点不太现实 虎女不会给你这机会的 打掉肉 就是安卖着大魔棒 就刚好够西瓦钱 女王刚才也是如李子所说 加点 一般这种女王现在都这么加 最后一条点左边 一般暗影突袭 无CD 那个说实话 看起来很美 其实并不是什么实际用处 独标刷也不能叠加 也不是你光光炸好几个 能叠加 没什么用 70% 法术细节能让女王 站的时间更长一点 所以说女王一般都会选左边的 选右边几乎没有 哎 女王被勾 不过屠夫在这里也 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这波天鹅帽子想 一眼帽想接 但女王在上面 在疯狂打输出 女王有盾 可以避下来了 可以避下来了 哎呀这女王 你要死啊 避下来一丝血 这边女王应该交盾了 大家看队友什么能赶到 纷争加大波 这位置 先不令个走 避过来 一个大波直接推两个 A死活女 还行还行 这波不亏的 接着 接着打TP TP面对这样子 在野外 没队友的话 打一个鬼还是很难的 直接被A死 红女在这边也有危险 女王看 怎么救 还往前避 给图标 图标也咬不了 知道有林肯 所以没用 这边咬了一个萨尔 你是把萨尔都秒 但是其他队友怎么办 A死图标 红女死 图标也得躺 直接猫子给我逼走 好舒服 哎 这边杀火女 封银剃了 应该不太现实了 这不太好杀 硬杀要出事了 给莲花 这就看出女王问题了 优势很大 但上面去高地 有点难 必须得在野湾团战 打赢才行 这边杀杀王 吸码一下 配合秒杀王 给给F 这里杀王 感觉应该会被子彦死 直接过来 子彦死 再打火女 在一个F 这边金雷 感觉红军也生死人 哎呦 这分身加变是输入效果 直接配合对方人 把他给秒了 把高兵兽给秒了 TP输入还很吓人 17000TP也不是那种玩意的 正面太软 女王林医生 真的正面有点软 今天还是领先一万 女王接着清兵 然后比赛进到33分钟 然后金鸡领先一万 然后经验领先也是差不多快一万 这边风行 哎呀 纷争没打到 纷争要打到的时候有机会杀的 而且还要雪解 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多人都管这东西叫雪辣 这让我觉得还是挺跟进的 给他 给雪解 雪吉 起来 雪雪人应该叫 有伟在后面 一个大波直接推死一个 再杀Lina 进来一风行 雪吉给上 哎呀 这感觉风行直接没死 三杀 这波有命四杀 杀掉四杀 很稳 这边直接拔在外打 然后看高低也可以选择上一下 因为对面TP活不了 他们战斗力都在TP身上 所以说这一波抓了TP 团战接赢了非常非常关键 直接给大紫苑但是不太好秒 打红女莲花球套上 一个沉默再踢一脚 直接把红女干掉 这边高低还是低落轻松拿来 天猫现在优势很大 主要女王和幽鬼都肥 幽鬼也肥 这个是解决问题的 幽鬼一肥 这种英雄要是经济排在前三位 基本还是很难输的 可以两路 打风行 但是风行不太有啥的 老老师拆两路就行 幽鬼下单 就是女王下单就打算做大便锤 还是增强自己的物理爆发 毕竟后期还要转物理 拿两路再说 女王接着打前排 一个西瓦刷进来 杀毒波 毒波被女王直接A死 接着给毒标 这边能杀到红女王踢一脚 女王再A下自杀 但是自己在这里有大波吗 哎 为什么不给大波 给大波感觉TP应该是个死人啊 这个大波过来杀SK 但是TP换出血来了 A死土猫 女王也得走女王也走 A不过 但是女王好貌似没蓝了 推一下 有蓝吗 没蓝了 A死了 惨 SCC超越神班的杀戮被终结 这波就是潜的有点烂了 不过也算达到了战略目的 两路都开 这波萨尔肯定是个死人 跑不了 别被插架 A死 打到这个局面下 天灰帮现在已经很难输了 σε 了 天灰中塔 一近生锈 TP下了 真的很快呀 我这个英雄炮台 TP的英雄 TP真的是 这英雄没有什么经济太服了 TP真是拿多少钱 干多少事 这英雄打起叔叔来 其实很很凶的 女王23秒 没活呀 这波就已经奸王 我TP也没变身 确实可以解 TP没变身 不是不可以打 炸毒波 A死 分身 开一下 但是后排 土猫踢脚 TP没分身 就是没变身还行 我加毒波直接过来 插击土猫 直接拿死 Dominating 猪猎比赛 接着追 我TB 我TB 伤害非常非常夸张 哎呦三傻 好猛 女王来了 给大紫月杀SK 两下A死 再杀TB 这里 TB一个大波推过来 但TB猫子有换血 先杀封形 SK 大波其实想推后面封形 优鬼直接被干掉 这边有一口拳 TP猫子 还有换血的 换CT 时间非常短 直接换一波 女王打不过 我了个去 TB好凶啊 但是女王有法术吸血 哎 TB这下来没意义 一大嘴 对 哎呦 一波直接 TB这波打出错觉了 老哥 女王比你肥那么多 多一大件 情况下 你想下来个女王硬钢 还是 肯定打不过的 女王这波应该帮子 想喝一波拳 这边直接把泉水拆了 然后可以买大电 女王六格正式毕业 大电已经到手 这场比赛 三人七啥女王 就是属于那种 一路顺到围的女王 女王现在赢的局 一般都是这么赢 一旦女王死的多了 我感觉这场比赛 一旦女王死 超过七八次的话 就甚至到十次的话 这场比赛 天鹤帮 就是女王一方比较难有 挺难的这一种 这边双倍 直接开始拆打 就是拆肉杉 打肉杉 不是拆打 打得非常非常快 直接拿掉肉杉 把分招撂上 然后直接减盾 再把这个拳拆了 双倍的女王 战斗力很强 队友一波开悟 25级女王法术系 也挺厉害的 大电其实也能吸 主要是把人家改了 人家不能再吸了 要不过去人家 女王真的不讲道理 法术系也太 他们雄了 女王根本打不死 这一帮队友 土猫直接上去开团 女王一个大波推过来 先把S给A死 但是S给有吹风 先打TB 一独标上来 直接把TBA死 TB感觉原来换血 但是没用啊 反正女王战斗力还很强 这法术系也很夸张 这一帮能不能打掉女王盾 可以可以可以 感觉我靠 这法术系也吸回来了 好强 直接A死风影 一个F打TB 虽然杀王跳进来 把女王能秒杀 但是女王有盾 战点马上就不一样了 这样子还是结束了 天王这波应该撑不过去了 就是艳峰这波 撑不过去了 给大紫苑 吸瓦一下 这边有鬼扛泉水 那游戏感觉要死 让B主扛 B主直接把P主对过来 直接进拳一波洗礼 B主这个不讲道理 真是不讲道理 肉的简直不讲道理 最终天王也打出了机器 然后一场完美的女王教学秀 然后也可以看女王一些走位 以及技能释放的合理程度 女王最后补了一个武器拉根 就是可以看女王技能释放的合理程度 其实打到大后期 女王是不需要带鞋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 好了比赛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紫的水利子 我们下期见 将我们再非常精彩一场女王队决 好了 明天见